美国、韩国这两个国家做出最新的演习计划 在黄海海域进行联合军演活动 由于这个海域距离我国北部各大主要城市都比较近 因此也非常敏感 这几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距离我国支持的黄海海域进行联合军演 主要还是因为这一地区不是我国内海 只有一部分属于我国 其余的都属于公海或者其他国家的海域 不过我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比较大 在关键时候完全可以封锁这一海域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去了解一下黄海这一海域 在观看的时候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黄海的范围 黄海是位于我国东部的一片海域 其属于太平洋西部边缘海的一部分 处在我国东部与朝鲜半岛之间 从范围上来看 其可以分为南北两部分 形状有点接近于葫芦 这一海域北部的范围比较小 其最北端可达辽东半岛的东部海域 临近辽宁省内的大林东侧 以及丹东南部沿海地区 西部以庙岛群岛一线与渤海分开 其北侧海域的西南部有烟台 威海这两座城市 而在东北部以及东部 则临近朝鲜半岛北部的朝鲜 该国的平安北道 平安南道以及黄海南道等地 都临近黄海的北部海域 这一海域的南北分界线 从山东半岛的成山脚 到朝鲜的长山串 这里的海面也是最窄的 因此在习惯上 就以这里为分界 其宽度为110海里左右 这一海域的北半部分面积 为8.1万平方公里 是一片半封闭的海域 这里的水深在38米左右 最大的水深在白陵岛的西南侧 水深约为86米 最宽处在朝鲜半岛青川江 到长山群岛中庙岛之间的距离 跨度为238海里 影响这一北黄海的主要河流 有黄河 鸦禄江 大同江等河流 其南部从成山脚连线开始 然后一直到长江入海口 与冀州岛之间的连线 这一部份的面积为40.9万平方公里 南部黄海海域最宽处在海州湾 东部沿海到韩国仁川广域市的 西部沿海地区 宽度为381海里左右 在南部汇入黄海的河流 有淮河 长江以及汉江等 在其西北部沿海 有属于我国山东省的威海 烟台 还有青岛以及日照 西部则是我们的江苏省 该省连云港 延城 以及南通山市位于黄海西岸一侧区域 东部有韩国的京畿道 仁川广域市 还有至清南道以及全罗北道 全罗南道 济州道等 南部海域的水深要远高于北部海域 这里的平均水深为90.9米左右 最深处的水深是在韩国济州岛的北侧地区 大约是228米左右 整个黄海海域的水深大约是在44米左右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黄河曾经在黄海海域西侧的江苏省 夺淮河入海口 汇入这一地区 由于黄河携带了大量的泥沙 导致入海口处的海水被染成黄色 因此被我国称为是黄海 而由于我国对这一地区拥有较大的影响力 因此国际上也沿用我国的城湖 将这一海域称为黄海 这一海域的海流十分微弱 流通速度通常只有最大潮流速度的十分之一 受到气氛的影响十分明显 夏季的时候 洋流多偏向北流 冬季的时候多偏向南流 韩国与美国等举行联合军演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一直以来我国在这一海域拥有较强的影响力 而且这里也是我国渔民主要的渔场 但是这一海域并不属属于我国 周边的韩国 朝鲜这些国家在黄海海域也有自己的领海 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从海岸线算起 向着海洋方向延伸的12海里内侧 属于我国的领海 而其他的国家在黄海这一海域的领海 也只有12海里领海范围之内 因此 大部分海域都会视为是公海海域 其他的国家在公海范围之内也享有航行的权益 除了领海之外 我国还拥有24海里的P0区 以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由于这一海域的宽度并不大 因此我国与韩国之间在渔业管辖范围中 存在着不少重叠的地方 1996年的时候 我国与韩国根据这一问题进行谈判 2000年 我国与其签订中韩渔业协定 在这一水域化出一大片暂定水域 精心管辖 来维持现在的渔业活动 不过我国同时也声称 这次不是海上化界 我国在黄海沿岸拥有821公里的海域线 韩国则拥有659公里 不过由于该国属于半岛国家 因此其所处水域叫声 其渔业资源相应更多一些 我国在这一海域最东侧的岛礁为日向礁 这是一个海底岸礁 该地区的水深大约是在7米左右 位于大陆下之上 是我国古代辽宁 山东以及江苏浙江沿海地区 渔民时代赖以为生的渔场 也是古代我国东都日本的必经之地 2006年的时候 为了能够加强自己对于黄海海域的侵占 韩国控制了这一岛礁 并且还为其定制了名字 而韩国也将黄海传统的名字更名为所谓的西海 韩国还在这一地区修建了一个海上平台 作为自己的基地 这一基地高度为51米 水面大约有26米 其余的位于水下 整个海上平台重量为523吨 面积为330平方米 韩国希望能够用这一岛礁来修建海上科考基地 并且继续向着西部扩张 9月5日 美国的海军带领加拿大的海军 前往黄海海域 即将与韩国进行联合 在9月14日的时候 举行大规模海空联合作战的军事演习 纪念仁川登陆70周年的活动 虽然这是在公海海域的演习 但是不过来说 仍旧是一个挑衅行为 因为黄海的西侧有我国许多重要的城市 从黄海海域的中部到我国海军基地 青岛湾的距离也只有300公里左右 这里到我国危海天津以及北京等城市的距离也都比较近 不过即使是这样 我国也无法进行制止 因为黄海很多地方都不是属于我国的海域 而是公海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海域 黄海只有部分属于我国 但是我国可进行封锁 美国与韩国此次进行联合军演 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威慑 虽然我国无法阻止 但是我国对此也进行了回应 在9月10日的时候 我国发布航行警告 将要在黄海海域举行为期7天的军事任务 显然是针对韩国美国以及加拿大三国的军事演习 我国这次以自身的力量进行反制 也是对这几个国家亮明自己的态度 展示我国维护自身权益的决心 这次的行动更是凸显了我国海军实力的崛起 以及过当力量的增强 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 在过去的几年里 海军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不管是在海军舰艇的制造能力 还是军事装备更新的方面 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在这次行动中 我国也显示了出色的反制能力 在我国的这些海域中 只有渤海算是一个内海 正是因为这些海域的存在 我国得以充分的维护守住的安定 其他军舰无法进入渤海 而且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 还可以互为计较之势 守护这些海域的安定 黄海海域虽然不像渤海一样 具有内海的特征 其他的船只可以在公共区域 自由无害化往来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 我国无法进行拦截 但是凭借我国的实力 如果真的有什么突发事件 我国也不会无动于衷 完全有能力对其进行封锁 毕竟对于我国来说 黄海是一个重要的海域 对于我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以及经济价值 只有维护好这些水域的安定 才能够保障我国沿海地区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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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